据央视新闻报道称 德国总理舒尔茨当地时间10月11日 在出席柏林机械工程峰会时 再次明确表态支持全球化 称是全球化让很多的繁荣成为可能 与此同时他也坚定反对脱钩 强调脱钩将是完全错误的道路 当前的秩序或者更确切地说 时代转折点的秩序并非脱钩 而是巧妙的政治和经济多样化 舒尔茨认为德国与欧盟必须建立 更广泛更稳健的贸易关系 非但不能与个别国家脱钩 而且必须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国家 与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新兴国家 开展贸易 欧盟贸易专员东布罗夫斯西斯 也在当天峰会的视频致辞中指出 当今世界需要的不是孤立和保护主义 他表示 欧盟和中国是深度融合的经济体 用东布罗夫斯基斯的话来说 与中国脱钩不是我们的选择 中国是一个重要的增长市场 也是我们承担得起投入的宝贵来源 德国机械制造商同样希望于 中国保持密切的贸易往来 该行业高度依赖外贸 出口份额在其贸易额中占到约80% 8月份德国机器制造行业的海外订单 环比增加了2% 而国内订单则减少了6%